等了70年 查尔斯三世终于戴上了他梦寐以求 或是大家常常会形容他说 他等了真的很久终于戴上了这个王冠 他现在是英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新任国王 而且在这一次加冕大典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华丽 但是他对比起来的是 英国人民现在并不好过 在加冕大典之前呢 他做了两项指示 一个是与时俱进 另外一个是要反映时代的意义跟展望未来 我觉得这也代表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说 英国王室是一个有历史的家族 跟现在新时代的脚步 的确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 也必须要来磨合调整 不过其实现在我们刚刚说到 英国现在的内政外交 在这个时间点都是频频的遭受打击 尤其我们来看到 其实伊丽莎白二世当时就任的时候 加冕的时候的确带领英国人民走出一段战后的风雨飘而岁月 他到底能不能复制他所谓的母亲经验 我想要请教老师说他有办法 虽然说我们说英国国王是一个虚位元首 但是他能不能像他妈妈一样成为一个英国新时代的精神象征呢 就您的看法 是 其实事实上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之前 就非常受到人民敬重的这个君主 那另外非常特别是 其实英国的国家元首虽然是世袭产生 但是他在人民心中有非常高的名望 那甚至之前伊丽莎白二世在世的时候 他的民调支持率甚至冲到八成 然后是对很多这个民选产生的国家领袖来讲 其实是望其向北 那所以是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实事实上查尔斯国王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 其实被誉为是教科署等级的君主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执政过程中 其实他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这个非常的激进完美 那所以这个查尔斯在继位之后 是不是能够复制他母亲的经验 其实是外界有非常多的一些揣测 那我觉得其实对查尔斯国王来讲 我觉得他有两项优势 那第一项优势呢 其实就是其实他担任国王 其实已经等待了这个70年 可以算是英国历史上 其实是王储被位 其实最久的这个记录 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化的语言来说 他其实是王储 等于说他是国王练习生 他其实等待了70年 也算是在这事情 之前有非常多完整的历练跟经验了 是对 就这部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其实是这个非常的加分 那其实他就刚刚提到说 其实他准备了非常久 那另外我觉得另外一项优势是 其实他模仿的对象 就是刚刚提到说 是被誉为是教科书 是等级君主的这个伊萨巴尔斯 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过去70年 可以他从母亲身上 我就可以学到非常多 要怎么样扮演一个这个英国的君主 那特别是这个英国的君主 他虽然是这个不是明轩产生 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英国的政治体制里面 其实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这个国家层面 行政 立法 司法 乃至于国协 还有宗教 其实都扮演这个宪政守护神的角色 那我们看到过去 伊萨巴尔斯在这个执政过程中 其实他能够克尊宪政的原则 也就是他不会介入政治 然后是保持这个政治中立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那我相信就查尔斯国王来讲 我就过去70年 其实他也能够理解到 其实他母亲在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但其实我们讲说伊萨巴尔斯 他的确不只是在他国内 有非常高的声望之后 他其实在国际的一群领袖当中 他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牌 或是我们说他其实带领英国 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对外品牌 其实基本上很多的国家领袖 跟他的关系也都不错 所以说大家会认为说 在他过世之后 才会发现说他的历史的定位 还有的高度都是非常高的 那你认为说查尔斯三世 这个英国新任的国王 有没有可能就是到达 跟他母亲一样的高度呢 是我觉得只有伊丽莎白二世 可以超越伊丽莎白二世 那我觉得对每个君主来讲 其实不管他的表现好不好 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君主其实都是独特的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和特色 那我觉得就比较难去做比较 那不过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其实在查尔斯三世 他在继位之后的首次的演说里面 他特别提到 其实他会效法他的母亲 那他也承诺他在这个继位之后 其实他会克遵英国的宪政原则 也就是这个在政治上 其实他是中立的 然后是超越党派 那我觉得他这个承诺 其实也某种程度是象征的 其实他对这个职位 其实他有非常高度的一个责任感 那我觉得他继位之后 当然这个外界对他有很多的这个议测 那不过我相信他继位之后 这个君主这个位置 其实本身其实也会改变他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 的确有可能改变他 但其实在过去我们刚刚说 他其实是当了非常久的国王练习生了 在他当王族的时候 而且他在当王族的时候 其实这么长的岁月里头 他也展现他个人的一些偏好 还有对一些议题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他过去对社会议题 有非常多的琢磨 像是在1976年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王子信托基金 特别关注的是弱势孩童的议题 还有在2020年的时候 他发起了永续市场倡议 特别关注的是气候变迁 所以等于说他其实他关注的议题 也真的是与时俱进 还有在人权议题的方面 他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不论是言论 或是行动上的展现 他其实非常关切的是中国大陆的西藏 还有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议题 在2008年的时候 他缺行了北京奥运开幕 被认为说他其实就是用行动的方式 对中国大陆的行为有些表态 还有在2015年的时候 习近平访英国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也是缺席国业 不过现在我们说英国国王这个角色本身 或者是王室的角色 本来就应该跟英国的一些政权 还有一些政治运作是保持距离的 在2015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有个争议 是黑蜘蛛被忘录的争议 他是用私人的身份写信给工党的多名官员 因此在当时被媒体披露之后 也被认为他是有涉嫌干政这样的疑虑 不过在2018年等于说是在当时争议爆发的三年之后 他其实接受了BBC的访问 当时他也是王储 他说如果今天他当了国王身为国王的话 必须要减少这个相关的发言 减少直言不讳 所以说他现在变成英国国王 未来他会改变形象吗 其实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 的确他有可能因为身份上的转会 有一些调整 那你认为说 其实当然这个2015年的事件是一个让大家开始觉得说 他跟他的母亲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您认为 就是未来政权还有王权的拿捏 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困难的考验吗 是其实就这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其实查尔斯其实之前 他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其实直接的回应 就像刚才这个上面刚刚节目说提到 其实在之前他接受BBC专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其实外界其实对他有很多质疑 认为他在继任国王之后 他会不会这个一样是像之前担任王权 对很多政策议题发表 就好像会踩到政治中立红线的言论 那其实他的回答是 他认为这种议策其实是无稽之谈 所以他说他认为 其实他分清楚这两者的分级 就作为一个王权还有包括作为一个君主 那其实我们知道作为君主 其实他必须保持这个政治的中立 但是就王权本身来讲 其实他的要求相对就没有那么多 因为王权主要工作 其实他是协助君主进行一些活动 那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像查尔斯之前提到 他其实他知道这个线的分级在哪里 那不过在英国的人民心目中 其实这个查尔斯他之前担任王权的时候 他虽然是英国皇室成员里面 其实非常感言的一位 那包括之前很多的一些政策 或是一些政治活动 其实他都会表达他的看法 那之前也有遭到一些批评 那他的回应当时是 他说其实他只是对这些议题 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他其实不是要感政 所以他自己也清楚 是的确会有一些模糊的地带 那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查尔斯继位为王之后 那其实就刚刚提到说 其实他也特别提到说 他之后会克存这个宪政的原则 就是会保持这个政治的重力 那不过让我想到之前 这个英国的媒体 其实在查尔斯担任王族的时候 也曾经这个揶揄他说 这个查尔斯王族啊 其实比英国的反对党 更像是更称职的反对党 因为他对很多英国的政治议题 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建言 那不过我觉得在英国民众心中 其实除了刚刚提到说 有些议题可能会踩到 这个政治中立的红线 但是他对于一些 包括像环保永续 然后像气候变迁 最近我们现在听起来 好像是耳熟能想 而且是很普遍的这种议题 其实他在很早好几十年前 其实他都已经这个阵容发聩 但所以凸显出其实他就他个人作为一个皇室成员来讲 其实我觉得他表现了很多对于一些人道主义关怀的一些这个热忱 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这个英国民间获得一些掌声的这个原因 对的确哦 他其实在环保议题 还有这个相关弱势族群的议题 他算是走得非常前面 而且这也非常早就表态了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在英国 其实还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王室的存废问题 因为尤其到这个时代 大家会认为说 我们真的有需要一个需要元首 我们真的需要有个国王吗 这件事情在英国也是不断的在发酵当中 尤其如果当你的王室必须要为他付出很多钱的时候呢 当然就会让很多英国的人民对这件事情有些质疑 而且有一些表态 我们先来看到王室到底花多少钱 尤其这一次的加冕大典 当然这是一个国际性 而且有历史性的一个典礼 当然花的钱不少 最高预估了到2.5亿英镑 尤其其实如果每年来说 其实王室代表的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还有他有相当多的一些王室活动 基本上呢 其实这也都是从纳税人的钱 人里面的钱拿出来的 像是2022年的君主拨款呢 就达到了1.024亿英镑 当中包含什么 像是借贷外宾啦 建筑的维护还有官方的出差 甚至王室的薪水 都是从这笔钱里面拨出来的 所以说大家开始想说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君子君主制哦 或许是从花费是一个观点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你到底支持君主制的比例 其实在女王逝世之后有非常多 开始有一些更多的讨论 还有调整 像是在女王逝世之后 我们从民调来看 支持君主制的是高达了67% 但是呢 现在国王加冕之前 英国的相关单位 再做了一个民调 其实只剩下58% 是有稍稍下滑 而且呢 如果我们从年龄上来看的话 更是一个大挑战 因为你发现到一个族群哦 包括18岁到24岁 只有32%的人是赞成支持君主制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世代上的差异 还有这个青年民意的确对君主制的存费 多了一个挑战 不过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时候 其实当然我们说王室的存费 讨论了非常久 那自己如果我们讲X13世 他也强调说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精简王室的方式 来让现代化的脚步 跟历史性的王室取得一个平衡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 这样子的状况 真的可以让王室被废的情况 稍微趋缓或是往后吗 其实有关这个王室精简的议题 其实在过去几年 其实在英国引起很多讨论 那其实在这个伊丽莎牌20还在世之后 其实他已经慢慢走向 这个王室精简的这种道路 那包括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其实很多英国一些重要场合 那其实英国的重要的皇室 高阶成员差不多是七位左右 所以也凸显出 其实英国皇室本身 其实他也理解到 其实对于很多纳税人来说 其实维持英国王室的开销 有点像是浪费这个民旨民报告 特别是对比较共和派的人士来说 那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 这是英国的民调 其实大部分呢 赞成继续保留英国皇室的民族 差不多是这个七成八成左右 那大概只有在两成左右 是走这个共和派的路线 然后希望这个把英国皇室废除 所以凸显出其实英国皇室本身 不管他要不要这个精简 其实对英国民众来说 其实他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历史 因为英国皇室本身 其实就是英国历史的延续 英国民族情感的寄托 那同时也是这个国家 这个宪政既始之所在 那因为我们知道 英国的国家体制是立宪君主制 那君主是国家元首 虽然他不是民选产生 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可以调和救济英国民族的不足 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包括很多民调也显示 其实英国民众他们支持英国王室 最主要原因是认为 他就是传统的象征 那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英国的很多重要的一些 这个皇室的一些典礼 包括说凯特威廉的大婚 还包括英国女王辞世的国葬 全球竟然吸引这个40亿的人口 那所以凸显说 其实这英国皇室的存在本身 其实对英国这个国家来讲 其实他可以有一种 这个团结国家的重要的功能 那同时他也可以保持一些 英国那种历史的仪式感 那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英国的重要的一些典礼 其实都很多的典礼的仪式 其实都已经上千年 那所以也凸显出 这个国家其实可以透过英国王室的维持 其实可以发挥一些英国光荣 或是一些这个历史价值的功用 那所以这是英国皇室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当然历史的这个脉络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确是人类上 或者是我们每个国家互相来看的话 都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但其实我想要请教老师 比如说我们讲说 王室每年要花这么多钱 但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的英国民众 真的是活得苦 看到这样的对比之下 会不会觉得剥夺感很重 被剥夺感非常重 是 其实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民调显示 其实英国的比较年轻的选民 其实他们会比较不支持王室 但就支持 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比较年长的 其实他们的支持率比较高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民调是 其实根据研究显示 其实英国民众 虽然青年是比较不支持王室 但当他们年纪渐长 其实他们会转过来 会支持英国皇室 那所以 等于说过其实的确我们看到这个 18到24岁支持这个君主制的人比较少 但是如果当这个族群长大 然后变老之后 他其实反而会加入支持君主制的行列吗 是是对 那所以凸显出你刚刚提到说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花这个钱 那他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就刚刚提到说 其实英国的君主其实他们历史的延续 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无可取代的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英国王室一些重要大大小小的活动 其实很多英国民族他们是自发性的 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他们国家历史延续重要的这个象征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关这个纳税人的这个税金 那其实就英国皇室本身 其实他们最近几年也开始希望能够筹筹一些自由裁员 包括像我们看前一阵子这个英国的白金汉宫啊 也首度开放观光客参观 然后可以就收一些门票 那包括英国王室君主本身 其实他也是富甲一方 他的财力也非常雄厚 包括英国的很多土地啊 其实也是属于英国皇室 那每年光是这个收租 也算是包租供包租婆 这也是不少的益主 所以对英国王室本身 其实他也有这个对社长怎么样节省开支 其实做出了努力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对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出席王室的官方活动 固定的成员就那几位 而且他其实在很多英国 像是不少地方都有宅地 或是一些相关的建筑物等等 其实现在也都开始逐渐整理 而且开始来做调整